第十八單元 有連山 有龜藏 有周易 三易祥 有點磨 有訓告 有事命 書之傲 連山 龜藏及周易這三本書合稱 三易 三易是用掛的形式 推演宇宙萬物變化的道理 並教導人們如何安身立命 點 磨 訓 告 事 命 則都是上書的篇名 裡面蘊含了非常精華奧妙的道理哦 我們的命運似乎是在出生之前就在冥冥之中注定了 但如果急得行善或者修煉 就有可能改變命運哦 裴杜還代的故事就印证了這個道理 我們來看看 裴杜是怎麼改變命運的吧 裴杜是個難得的人子 裴杜是個難得的人子 裴杜的才華注重 才應該是世大的人選啊 可是裴杜長得其貌不扬 還是算了吧 哎 真是可惜啊 唐朝文人裴杜長得又瘦又小 沒有富貴之下 他在公民場上屡屡受挫 幾年下來裴杜對於自己的才華和仕途也漸漸的失去了信心 此次朝廷欲選官職 兄台肯定是上選之事啊 嗨 幾次推薦 我皆無緣中選啊 可能今生就只能如此了吧 哎 別泄氣 一定會有機會的 啊 對了 我聽說呀 駐陽城有個看面像的算命先生 看相還蠻準的呦 哦 是嗎 找過他的人啊 都說很靈好 他能憑著面像 說出一個人的將來語過去呢 真有此事 那我倒想走一趟洛陽城 去拜會拜會他 過了幾天 裴杜果真來到了洛陽城 在市場裡熄來攘往的人群中 尋找那位傳說的算命師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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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知未來 上這來 准沒錯 嗯 應該就是他了吧 您可否看看我將來的命運如何 郎君 您的行神 與一般人稍有不同 將來如果不是達官顯貴 就可能窮困到老 現在我還看不出來特殊的地方 可否過些日子 我再給您仔細看看 哦 那好吧 過了幾天 裴杜來到了香山寺 有一位婦人 一邊祈禱著 一邊口中念念有詞 請求您幫幫我吧 事成之後 我一定會回來還願的 那位婦人祈禱了好長一段時間後 便起身匆忙離開 卻忘了拿走身邊的蹄袋 哎呀 糟了 那婦人忘了拿走蹄袋 我得趕快去提醒提醒她 可是 已經來不及了 當裴杜追到門口 那位婦人已不見蹤影 於是 裴杜就將蹄袋收起來 留在原地 等待那婦人返回時 再還給她 哎 這麼重 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於是 裴杜打開提袋 一看 裡面居然是價值不菲的寶物 哎呀 這麼貴重的東西 她一定很著急 我得趕緊還給她呀 可是 一直等到太陽下山了 仍不見那婦人回來 裴杜便帶著提袋回到旅館 第二天一大早 裴杜趕緊帶著提袋去香山寺 只見寺門剛開 那位婦人便急忙跑了過來 哎呀 怎麼不見了呢 糟了 糟了 這可怎麼辦才好啊 這位夫人 您為何如此慌張 我父親冤枉被拘押起來 昨天有個貴人 給我兩條玉帶 一條犀牛帶 是價值一千多串錢的寶物 本想用它解救父親 不幸丟失在此 那請問您的提袋是什麼顏色的 是 黃色的 上面還繡著一對鳳凰 您看看 是這個嗎 哎呀 就是它 就是它 真是太好了 您這是我的大恩人了 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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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感謝您的善句 請您收下這條玉帶吧 不不不 請別這樣 這個我不能收啊 真是太感謝您了 您日後一定會有好報的 不久 裴杜回到算命先生那裏 算命先生仔細审看之後 大吃一驚 哎呀 不得了啊 您一定是做了什麼善事 即了大德呀 現在看來前途是不可限量啊 哦 該不會是前幾天 我幫一位婦人 看管她丟失那價值連城的財物啊 哦 原來如此 裴杜後來果然步步高升 最後當上了宰相 並任命為中書令靖國公 在經歷己朝的宰相中 改革了朝廷腐敗的氣息 他的政績在歷史上 也留下了不少美名 我會看到你啊 他們為了 賢家我們要保持對象 作詞 常平地人 說實在是用心的 傾斗地人 聽到我為了 吶康場 和那一件事 這件事 會想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